各位老师,各位大德,各位同修,请参看经本第178页,第178页,第四行开始。 经文先念一小段。 儿时世尊,欲重选此一,而说结言,真性有为空,缘胜固如花,无为无其灭,不时如孔花。 那么就先念这一段,这个佛经里边呢,有长行,叫长行文了,像长行呢,两个字就是一行一行的,是长行。 那么这个佛词以外呢,还有诵,结诵,结诵是这个句子啊,一句一句的,它有一定的这个字数的。 就等于我们中国的这个,那个诗歌是一样的,啊,诗歌,比如说诗经里面,啊,读过是四个字一句,啊,到后来有五个字一句的,啊,到后来有七个字一句的,啊。 这个字数呢,是有一丁的,那么这个是,这叫结,结诵的意思啊,它有,有它的有几种用意的,一种呢,叫宠诵, 这个结诵的意思啊,就是歌诵的诵的,中国诗经里面有风雅诵,嘛,这个诵题啊,它一个呢,用这个诗歌的这个题材啊,几个字一句的, 大概是四句啊,算是一首,这个一种这个作用呢,是叫宠诵,就重,就重复的, 那,所谓重复的,就把前面那个长行文呢,把它,那个讲的意思啊,用这个,呃,整齐的这个句子啊, 那把它,那把它,很恶妖的把它,再,扶送一遍,重送一遍,这个,重送的一遍,意思啊, 是释迦牟尼佛在讲经的时候呢,在讲法的时候啊,有的,当然是那个,呃,声文里啦,啊,就长随中啊, 那一定是一开始讲的时候,就在场的,还有那些远路来的菩萨,他因为在外面呢,有他自己的弘法, 历声,很多事情不是长随中,那么有的是后来的,那么对于这样的话,那么在原来的时候, 就是这个,没有听到的,啊,到后来来的时候啊, 嗯,再用这个,重送一遍呢, 让他把前面没有听到的,让他再听一下, 就了解了,这是一个意思, 再一个意思呢,就是说,有这个重送啊, 因为前面那个长行的这个文字啊, 字数也多,啊, 那么这个意思啊, 也背诵也不容易的, 但是用这个整齐的句子啊, 来念起来就很容易背诵起来了, 那么这样背诵起来的话, 自说少,容易记得, 那就等于说, 你这个记了以后, 把前面那个长行的这个文字啊, 都,意思都包含在里边了, 都记得了, 记得之后,就便于他在修持的时候啊, 容易了解, 呃,时时刻刻就记得, 就有这个用意, 再有一种孤起送, 孤是这个, 呃, 孤时候那个皇帝成为孤家寡人, 那个孤子呢, 孤起的就是说, 与前面那个长文呢, 没有关系的, 不是重复的送一遍, 而他就是独立的这个, 单独的意思, 在这个送文里面呢, 把他说出来, 大致的有这两种, 两大类, 一个是重送, 一个是孤起送, 那么刚才念的这个, 从这开始后边呢, 有一大段这些个送, 这些送的其中啊, 也有重送, 也有孤起送, 这个都有的, 那么都有的时候呢, 那么听起来的时候啊, 有的把前面这个文呢, 在恶妖的, 重复说一遍, 有的是前面的文字没有讲到, 在这里也有特别有提出来, 那么所以这个送文呢, 研究之后啊, 对于我们研究教理, 修持的这个法, 都非常重要, 所以, 刚才讲呢, 释迦牟尼佛呢, 要重宣慈义, 重宣慈义, 就这个重送来讲, 而说皆因, 把后边的这个集字啊, 给说出来, 这个儿是世尊, 儿是指的前面那个, 那个常文里边讲啊, 释迦牟尼佛, 这个一句前面这个十方佛, 都告诉我呢, 这个结, 这个六个结, 六根都有六个结子啊, 那么结子在哪里呢, 我呢, 真的还是以为这个结子, 在什么地方要听佛, 告诉他结子在哪里啊, 才很好解啊, 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他, 你这个结, 跟这个六根不是在两处的, 结就在六根上面, 那么这个结就在六根上面呢, 那么你要这个, 解开这个生死的这个结子啊, 就在六根上面的下功夫, 这个说过去了, 这个说过去了, 所以我呢, 真的又起了疑问了, 那么其实这个诸佛, 十方世界的诸佛, 以及世尊, 就是释迦牟尼佛, 都说在六根上面, 那么事实上, 那个, 除了六根, 还有六尘, 还有六尸, 合起来有十八尖, 那么为什么单独讲六根呢, 另外这个六尘六尸, 为什么不讲呢, 就提出这个问题了, 针对这个问题啊, 我又跟他解释, 根尘同源的, 六根六尘呢, 同一个来源, 什么同一个来源呢, 一念不绝, 有了无名的时候啊, 那个就生死的根源, 你要这个, 把那个一念不绝, 那个原品, 那个无名的, 最初那个一念无名啊, 把他破除掉了, 那个就是啊, 真心就显出来了, 那真心的根源也在那上面, 对, 这就是根尘同源, 那就在乎你学的人啊, 一个米一个无, 米了之后呢, 那么就是有生死, 无了之后呢, 生死就破除了, 就是正到虐叛了, 那么你要问为什么, 那么只讲六根呢, 其余那个, 呃, 臣不讲, 诗不讲呢, 就是根源相同的话, 讲这个就可以了, 前面讲到这里为止, 那么今天讲这个松呢, 第一首松, 就是根据那个意思啊, 再用这个理论来证实, 证明, 就是正是前面来讲, 前面的意思, 所以儿时啊, 就在那个时候, 把那个道理讲清楚了, 世尊, 释迦牟尼佛, 欲重宣此意, 再把前面意思啊, 再重复的呢, 说一说, 所以下面呢, 就说这个吉松子了, 这个吉松啊, 第一首的四句, 第一首的四句呢, 就是先讲这个真性, 真性就是, 我们任何一个众生, 都具有的这个真如本性, 就是这部件前面讲的这个如来葬, 妙真如性, 值得就是这个,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, 成佛就凭这个成佛的, 首先要把这个真性的两字确定起来, 真性就是人人都有的, 这个本来就有的, 那么一般人都不了解, 说这看这个世间的这些, 任何事情, 任何的这些, 都是尤为的了, 什么叫尤为的呢, 人世间的各种的这个事情, 社会的各种的这个动态, 都是尤为的, 再讲到自然界的任何的一个, 一种东西, 无一不是尤为的, 那么这个是尤为的, 跟尤为相对的, 就是无为的, 无为是什么呢, 在我们一般研究说, 无为应该是很真实的啦, 其实这个无为啊, 我们研究佛法有, 佛告诉我们, 讲到最真实的地方啊, 我们不要忘记有一句话, 叫不可思议, 不可思议什么呢, 一是用那个议论的意思啊, 用言语可以表达出来, 叫一啊, 诗呢, 是用这个, 用心思, 用思想, 那么这个言语, 我们是一个字, 一个字把它说出来, 这个还比较慢一点, 不可疑的, 除了这个言语之外, 用思想, 思想最快了, 你脑筋这个念头一动啊, 比如说我们想到月球上, 或者太阳上面的, 你思想脑筋一动啊, 就到月球上去了, 就到太阳上面去了, 那我们这个言语行为没有这么快啊, 但是就佛法来讲, 讲到这个本性啊, 比如说这个言语不能表达, 你用那个思维, 用思想也没有办法表达出来, 思也思不到, 你的思想尽管那么快, 讲到那个真实的理上面去啊, 你思想也, 这个不能发挥他的, 也无能为力了, 这叫不可思议, 那么这一首送到前面提出真性出来, 真性就是不可思不可疑的, 下面呢, 就怎么个讲法就比较好讲了, 一是不可思不可疑啊, 佛法讲这个有为法, 不然而是如法的, 是因缘所生的, 无为法呢, 无为法, 你说了无为法, 这就是名乡, 你这个无为是根据有为来的, 跟有为相对的, 你没有有为啊, 哪有无为啊, 有无, 有为之后, 你才生出无为来, 你的无为还是生灭法, 有这么一个认识, 然后我们看, 上会发的这个表, 这个第36个讲表, 各位带来的话就请拿出来, 我们对着看一看, 这个表, 各位请看这个前面后一面的, 后一面的那个, 八七六, 八十第八十, 中间那个五啊, 是我之啊, 这是第七十, 第三个源泉呢, 是前六十, 那么合起来啊, 这个八个十, 八个十啊, 这里面呢, 以第八十为根本十, 根本十就是一个, 真忘合合的这么一个, 一个体, 真忘合合体, 它这里面呢, 有真的, 有真心, 有虚妄的这个, 虚假的这个我乡, 这个先了解这三个源泉, 因此在这里面呢, 呃, 有无畏法, 有有畏法, 有畏呢, 就是有漏的, 无畏就是无漏的, 呃, 无论是有畏, 无畏都有三支笔梁, 三支笔梁啊, 这是理哲学上面的那个, 用的一种公式, 呃, 就是说西方人呢, 他的这个研究哲学啊, 给人家论证, 辩论这个, 一个理的时候, 一个理论的时候啊, 他要先向前面一个大前提, 然后根据这个大前提啊, 然后这个辩论这个是与非, 在这个佛家呢, 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, 这个有种英明学, 佛法有种英明学, 在那个时候啊, 印度的外道也很多, 外道就其他的很多宗教了, 他们那个学术理论啊, 也讲得很很维系, 他讲的不是真理, 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, 这个逻辑系统, 也讲到这个理哲, 但是释迦牟尼佛针对他们这个辩论的那种理哲啊, 所以佛法家的专门有一种这个学问啊, 叫做英明学, 英就英古的那个英, 明就是辨别事实啊, 辨别很明白的这个明, 叫做英明学, 英明学就是我们现在, 一般像这个哲学的叫这个理哲学是一样的, 但是这个英明学比一般的理哲学啊, 讲得更周密, 那么这个英明学的啊, 他要辨明一个理论的话, 他有三支笔量, 三支笔量, 这个三支笔量呢, 就下面讲的中阴于三大部分, 从三部分呢, 来辨别啊, 把它辨明了这个理论是不是正确的, 所以下面要讲的三支笔量, 那那个笔量是什么呢, 比如说我们这个亲眼看到的, 这个事情, 这个亲自见到的了, 亲眼没有看到的话, 你讲这个理论, 讲理论呢, 就要拿种种的这个, 这个道理, 用比喻, 用这个例子, 来一比, 比的跟那个事实啊, 完全一致的, 这叫比量, 那个理论都是抽象的, 比如说这个有违法, 无违法, 本性, 这就是一种抽象的一种概念, 你要拿出来, 你怎么拿得出来啊, 用比量, 这个比量的这个三支呢, 拿三支呢, 第一个是宗, 宗是宗旨, 什么叫宗旨呢, 就叫写一句话, 写一句话, 这一句话, 就接这个, 这一首宗里面讲, 游位, 游位, 这是一个形象啊, 下面是空, 空这个字啊, 如果要是就这个口语来讲的话, 游位是空的东西, 这个一句完整的话, 但是文英文的古文就是呢, 游位空, 空这个字就当动词用, 一切游位法, 都是归入空的, 游位空, 游位空这三个字啊,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句型, 一个句子, 因为你一个造句啊, 一个句子是表达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, 一个思想, 一个理论, 游位是代表一切法的, 一切法什么, 一切法空, 一切皆空, 游位空啊, 这是一个宗, 这一句话就是很完整的一个概念, 以这个是宗, 就是辩论的, 这就是一个大前提, 那么你为什么说是游位空呢, 那就是, 就是一个原因来了, 因为是什么, 那也是提出原因来, 有宗, 有因, 你有了原因之后啊, 还不算, 你要这个, 说一个, 拿一种东西来做比喻, 拿这个比喻来, 这个证, 证实, 这个原因是正确的, 所以这个三支比量啊, 无论是宗, 是因, 是于, 这个三部分呢, 他这个, 蒋经兵学的这三部分, 有严格的一种, 一种这个, 限制的, 不能说错了, 说错了, 这个对方不成人的, 那你就理论没有用处, 不能成立, 所以这个有三支比量啊, 就是宗因于这个三部分, 根据这三部分呢, 这个宗这一方面, 靠这个因, 来那个支持他能够成立, 这个因呢, 就再加这个于, 这三部分都行, 这个都能这个, 没有错误的, 那这个理论就成立了, 那先看这个有为法, 有为法也是有漏的, 什么叫有漏的呢, 这个讲这个理论呢, 任何理论你是有漏的, 就不究竟的, 讲不到那个真实的地方, 就叫有漏的, 那么这个有为都是有漏的, 他这个三支比量呢, 先看这个宗, 宗这个叫空啊, 这个因为这个表比较简单, 那就写一个空字, 实际上你要完整的写出来, 就是有为空, 这个线上面那个线, 也把它签下来了, 你念的时候, 就是根据上面那个有为这两个字, 有为空, 经文就是这么说的, 为什么是有为空呢, 这个因为啊, 它是原生法, 一切有为的这个法呢, 都是音乐和和, 才发生出来, 就都原生, 那么这个说, 就拿人类这个社会国家组织来讲嘛, 自古以来, 这个国家, 这个原始的时候啊, 没有什么国家, 人类在这个圆, 这个跟那个, 这个生年里面也外, 就跟那个, 那个所谓圆人呢, 跟那个动物, 其他动物一样的, 没什么组织的, 到后来, 逐渐逐渐为了对抗天然的, 那些毒蛇猛兽, 再后来, 这个对抗这个天然的这个水火灾害, 到后来, 这人与人之间呢, 有种纷争, 还有这些人类组织啊, 人类组织, 然后再变成一个国家了, 这些个组织, 都是因缘生出来的, 因缘生出来的话, 这个无论是因是缘, 这当中很复杂的, 任何一个国家, 自古以来, 大国也好, 小国也好, 因缘一动了, 这个国家就有变动的, 小而言之, 这个国家是乱, 到了严重的时候, 国家就亡了, 灭亡了, 他这就是, 就是这个, 这个因缘俗生的法, 就是空啊, 为什么说是这个, 有为法空呢? 你一些这个社会现象, 国家社会, 一些都是有为的, 有所作为的, 你就是这个山和大地, 这个, 这些个设施, 中外那些这个, 作战用的那个战场, 那些挖的那堡垒, 豪沟, 预防攻势, 那个都是人为的, 现在造的那个飞弹, 那个打的兵舰, 那个大船, 航空母舰, 那都是有为的, 这个, 都是因缘生法, 没有人与人之间, 这叫战争, 这个斗争的话, 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呢? 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人心啊, 人类互相这个斗争啊, 才有为, 才有所为而, 这个出现这些东西, 这叫由为法, 另外都是由印由远的, 原生法, 原生法即使它由为由人, 来这个造作出来的, 时空一转了, 一转变了, 这些东西都不存在的, 这个由为为什么控制, 因为它是原生的, 是因缘殊胜的, 因缘殊胜, 因缘和和, 才出现这个现象, 因缘一分散了, 这个现象就消, 就消灭了, 就空了, 这叫理论, 那么没有智慧的人啊, 必须要等到那个, 因缘分散之后啊, 他才看得出来, 哦, 这是空了, 有智慧的人学佛呢, 佛就是觉悟啊, 你学这个觉悟的法了, 不必等待因缘分散, 就这个因缘现象, 存在的时候啊, 当体就空, 当下你看任何因缘法, 当下就是空, 一眼一眼就看是空, 了解一个原生法, 就是因缘, 就是因在这里, 由这个因呢, 来成立了, 这个宗就不会错误的, 宗就是由为空, 这个理就能成立, 那么这个, 除了这个因以外呢, 叫鱼, 鱼就是说, 你说这个音缘是原生法, 是不错, 是空啊, 你拿什么事实来, 让我们看得更明白, 这叫鱼啊, 鱼就是这个理啊, 讲那个纯粹理, 还不能够明了的时候啊, 就要加这个比喻, 鱼是一种比喻, 这个比喻用了具体的事实, 说出来, 那就是啊, 一看就明了了, 这个鱼什么呢, 如幻, 幻就是那些幻现出来的, 幻现出来, 很快就消失掉了, 幻就是一些如幻的这个, 那些事情呢, 金刚经理所讲, 一切由于法, 如梦幻泡淫, 梦是梦, 幻是幻, 这里就叫幻, 就拿这个幻事情来做比喻, 什么是幻事情呢, 古代举的幻事读得很, 我们呢, 现在的这个幻事, 你看电视, 看电影, 看电影里面那个, 有人物, 有故事, 那个非常生动的, 但是啊, 你了解这个道理, 那都是幻事情, 什么是幻事呢, 你把他这个电呢, 电力呢, 一停止了, 那个镜头就不会出现了, 马上就没有了, 那不是幻事去吗, 挺好懂啊, 真正在古代讲的幻事, 幻书, 那些那个, 那些外道啊, 那用的那个幻书, 那现在来讲的那些魔术家, 玩魔术的, 魔术你是, 一个童子里面, 拿个手帕, 拿一个地脚, 又是一条一条, 拿个地脚, 最后拿个放一个鸟出来, 那都是幻事情了, 那变化出来的, 这些音乐所生法呢, 就跟那电影一样的, 跟那个魔术师啊, 玩的变系法一样的, 那都是幻事情, 我们看现在这个人类社会这一些现象, 一般人认为这都是现实啊, 这些事啊, 实际上这些现实啊, 都是原生法, 它就像那个是, 那些魔术师, 玩的那个变系法那种, 幻书是一样的, 因此啊, 由这个音, 由这个音, 来支持这个宗, 这个宗就成立, 你这个宗讲的是就一切尤为的事情嘛, 尤为是一切皆空啊, 这个三支比量啊, 这个理论能够成立, 无畏的三支比量, 无畏叫无漏的, 无漏呢, 是讲那个真理了, 那是究竟的这个道理了, 那无畏的三支比量, 也是宗音语这个三支, 宗呢, 是这个经文里边啊, 是这个, 无畏, 后面那个, 这个前面念的一个一首句子嘛, 上面两句是, 真心有畏空, 原生故如画, 这是讲有畏的三支比量, 这个无畏三支比量, 下面的两句, 无畏无其灭, 不识如空话, 这两句里面那个宗, 宗他把分在两句里面, 分在两句里面, 无畏啊, 无畏就是, 这是一个名词啊, 就一般的这个造句法来讲, 这个无畏这是一个读语啊, 这个不识这两个是一个术语啊, 这是一个动词啊, 无畏不识, 这是个宗, 那要这讲那个因面, 说说这个宗了, 你要让人家, 这个, 同意你的这个宗旨, 同意你这个论, 提出这个论的观点, 这叫宗, 那你为什么, 什么因, 你什么因就是理由, 你有什么理由啊, 说这个无畏不识, 不是真实的法的, 不是呢, 已经呢, 生灭的, 那个经文里面是, 无启灭, 无启灭指的什么呢, 是真心, 真心就是, 如如不动的, 没有启灭, 没有启灭, 启灭就是生灭, 没有生灭的, 正如本性哪有生灭呢, 所以说, 无启灭, 无启灭就是, 讲那个真心, 在这里讲那个生灭, 为什么说的这个生灭呢, 你生灭是说的这个不识啊, 不是真实法啊, 经文讲的这个, 无启灭是那个, 是对真心来讲的, 真心是不生不灭的, 无启灭啊, 那你这给你三知别量无为, 你这些东西不识啊, 不是真实法, 不是真实法, 它就是生灭法, 因为它是生灭法, 它不是真实的, 为什么是生灭法呢, 这个, 就指的, 叫我们明了这个什么呢, 咱所有相皆是希望, 这个金刚经理讲, 相是什么呢, 答案是一切明相, 明词也是相, 中国这个, 那个道家老子也讲嘛, 老子道子一开周心, 明可明非常明啊, 你要可以说得出来的话, 你有一个明词能够说得出来, 你所说的那个内容啊, 那就不是真实, 早就落入到这个明相上面去了, 就明相这方面来讲, 它是生灭的, 它是生灭法, 因此在这里叫五维法呢, 五维啊, 那么我们就举这个, 这个祖师的诸解也提出来了, 比如说, 伟师宗叫那个百法明门论, 百法明门论是一百个法了, 他们的万法归拿到一百个法了, 一百法前面九十九十四, 九十四种, 九十四个法都是游为法, 最后六个无为, 六种无为, 六种无为叫做六真如, 六种真如, 那叫无为法, 但是要了解六个真如啊, 要主的, 六真如那就代表我们的本性嘛, 那是明相, 你那个六个真如啊, 因为前面有九十四个游为法, 才显出来后面讲的六个无为法, 六个真如法, 那你说无为跟游为是对待的, 对待生出来, 你的无为法, 这样看你的无为法, 也是生灭出来, 游为消失了, 你无为也就不存在了, 就我们观念里面是, 这是相对论的, 相对的一个名词, 因此就这一方面来讲, 你要是这个, 像无为, 我们不要认为, 啊, 无为, 一提到无为, 就是真实的, 那过去, 很多善知识都这么讲, 我们说出来东西啊, 与那个真实的那个事物啊, 早就不是那个了, 比如说我们这喝这个水, 喝水你要真实喝下去啊, 这茶水喝下去啊, 你没有喝下去, 我口里讲, 啊, 这个水, 水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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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, 没有出水出来, 为什么呢, 你这个说是言语, 在那里啊, 有名乡啊, 了解这个, 所以一开始, 我就, 我就提起各位主义, 就说, 真心, 真心不是有为, 不是无为的, 就是因为有为无为是相对的, 相对论, 是相对的, 它是一个名词, 因此, 这个无为啊, 就是一种这个, 就是生灭的, 所以无为, 一切无为法就是不真实啊, 不是真实法, 为什么不是真实法呢, 你这个无为法也是因为有为才生出来的, 也是生灭法, 有什么必要灭, 生灭法, 那么这个比喻呢, 比如空花, 空花了, 空花, 这个空, 这个空中啊, 空中哪有花了, 空中的时候出现那个花了, 是因为我们眼睛有了冰的时候, 才出现那个空花, 那个虚空, 那个空的子体啊, 它本来就是, 那就跟经文讲, 虚空的子体啊, 就是无, 本来就没有花, 无其灭, 那这个虚空呢, 比喻这个真性, 这个空花呢, 因为我们眼睛有冰的时候, 看出来空中出现那个花了, 你出现那个花了, 是一种生灭法, 眼睛有冰, 你才生出来, 眼睛病治好了, 这空中花呢, 就灭了, 所以这个三支笔梁, 无畏, 是无畏不是真实的法, 是一个宗, 为什么无畏不是真实的法呢, 因为它与有畏法相对的, 才有无畏法, 这无畏这个名词就是生灭法, 以余的话, 你像空中出现那个花一样的, 那空中出现花, 出现之后, 你眼睛好了之后, 花就是生灾的, 那空花就是不是真实的, 拿这个鱼, 那空花来做这个鱼, 那么这样看起来, 无畏法了, 也是不是不是真实的, 我们凡夫中生呢, 一提到无畏, 这个, 最讲的, 那个, 古人讲的那个空, 空之后啊, 你还认为一空就完了, 空之后要把它空掉, 空空, 你把空的那个概念, 还要把它空掉, 彻底空掉, 他这个无畏不实, 就是让我们把这个, 这个无畏这个名像不要存在, 你有这个无畏名像存在心里边呢, 你就做了像, 你就挣到本性, 你就没办法挣到那个, 挣入本性里, 所以你这个让我们了解, 这个无畏这个名像不实在的, 生灭的, 就像空花那样, 三字笔亮都说出了, 上面那几个圈圈, 三个圈圈, 这个上面呢, 空空洞洞的这个, 第八诗, 第八诗没有什么执着的, 第八诗是根本诗, 它是一个真旺合合体, 这个第八诗里边呢, 生灭法与不生灭法, 合在一起的, 那个, 这个第七诗呢, 第七诗啊, 就是由第八诗转出来的, 而第八诗叫根本诗, 七诗以及前面的六个诗啊, 都是转诗, 转, 有第八诗转圣出来的, 那么这个第七诗, 对这个我们三父众生啊, 对这个, 这个生死的, 就在这个我这个上面, 他不了解第八诗的那个, 第八诗的这一种功能啊, 功能就是一个能见的, 一个所见的啊, 能见的就是见分的, 他把这个第八诗的能见的见分呢, 当作我, 这是我像, 当作我像就知道我了, 成天的在那里就是我, 这我诗, 除了我诗以外, 又有法诗, 那多了, 这个毛病就是这个, 也不能说是毛病啊, 那是毛病还是轻微的呢, 严重的病啊, 这个严重的病就是在这个我, 在第七诗上面, 有第七诗, 在那一直做我的话, 那个六诗, 又不干净了, 又污染了, 他做什么事情啊, 心里所想的, 他一切这个所说的, 都是污染了, 对, 所以第七诗, 这个最重要的, 你下面讲的, 什么叫有尾有漏的, 什么叫无尾无漏的啊, 有第七诗, 我诗在那里啊, 对, 比如说我们念佛, 还有这个参禅, 念咒, 这都是用功夫的啦, 我诗要是这个, 像普通法门呢, 我诗不把它断出, 不能破除的话, 你参禅, 参到什么程度, 都还是油味的, 还是有漏的, 记得要我之破除了, 也就是第七诗把它打破了, 那你这个参禅呢, 才能够正到这个本性, 才能明显见性, 我们念佛呢, 有这个第七诗在的话, 就念佛啦, 就没有得到, 真正的得到一心不乱, 没有一心不乱, 记得这个, 我第七诗破除了, 才能正到一心不乱, 一心不乱就是正国的, 不过我们好处呢, 是特别法门好处, 不同普通法门的, 我们虽然是第七诗没有断呢, 你要把它扶得住, 这个我之, 我之生出来这些烦恼啊, 能够把扶得住, 不要它起来, 那么这就可以能够待业往生, 好处在此, 那普通法门呢, 你的我之不断呢, 生死这个六道就出不去的, 你说你的法门再高, 再好, 你这个我之没有断除的话, 你六道就出不去, 六道不出就出不去的话, 就在六道这个生死轮回, 那你就把三藏烧布都那么备熟了, 理论都是记得清清楚楚, 都贯通了, 你我之带的话, 都是变成都是有路法, 有路法不能够了生死的, 关键就在这个我之, 第七诗对上面, 第七诗好难破除啊, 你叫他放弃一个我, 那个达官贵人, 古代那些大皇帝, 你叫他放弃自我, 当然是不愿意啊, 就是贫穷, 贫得这个, 一文不明的人, 当乞丐的人, 你叫他把你给换一换吗, 换一换他还不愿意呢, 为什么不愿意啊, 他有他的我, 他我绝对不肯放弃, 是我之啊, 太难破除了, 就因为这边的话, 当生了生死啊, 那只有求代业往生到基督世界, 那其他普通法门, 当然是要, 一定要要端的, 也能够端的, 佛法当然都能够端的, 但是绝对不是当生就能端, 那有当生能端的, 有当生那些祖师, 高僧大德祖师, 那祖师绝对不是, 这一生才开始修佛的, 他过去修了多少生, 多少世, 多少集, 我们翻覆眼, 我看不出来, 每个普通人过去都没有学过佛, 当时你一常常, 当下就能够做了第七世, 破除第七世, 一念就能破除第七世, 每个那回事情啊, 跟各位说吧, 说到这里, 我们只有老实念佛, 保险, 当生亏成就, 经文呢, 对一下就知道了, 真心, 先记住这个真心, 真心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真如本性, 你要了解真心的话, 将有为, 有为法, 就是一切皆空的, 为什么公呢, 它是因缘所生法, 那么这个缘身故, 你说比喻呢, 就与, 例如那个那些, 那些患事情, 是与, 无为法呢, 你要拿无为法的了解真心啊, 也不行的, 为什么呢, 无为无其灭, 讲到那个真正的这个真心无为法, 它是不生不灭的, 没有其灭的, 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无为啊, 无为是根据有为显示出来的, 那就是生灭法, 这个真心呢, 你拿这个无为这个名相来, 也是来要想见到真心的, 也不行, 这个如同呢, 就空花一样的, 空花那个, 生起来, 立刻就灭掉, 就是这个, 就是这个真心, 真心不是以有为来求到的, 也不是一般所想, 用无为这个名相来求到的, 必得把有为法, 无为这些名相啊, 统统把它破除掉, 讲修这个真心, 是要正用功夫, 用真实功夫来的, 不是说说就行, 说到这里为止, 嗯